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视频的最后会为大家总结这次路线的基本情况 我们来的时候导航的是金祖山停车场 这里有宽大的免费的停车的地方 然后金祖山的大门就在这 我们现在往金祖山大门进去 金祖山景区目前是荒废了的 位于九龙山下 九龙山是因为有九条山景 九龙奔腾而得名 景区内有国家 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精灵遗址 元代十字寺的文物古迹 之前21年的视频 这两个遗址都有杀细的解说 这些很多地方都被洪水冲烂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荒废的小景点 这就是原来CS野战的地方 曾经的厕所还有长廊 以前的花草草 女真田园里面是草地 景区原来的台阶步道 前方的观景平台 攀岩崖匠 现在我们走到这条沟里就叫金陵沟 这些都是景区后面取的名字 像它的景区名字 金鼓山景点 女真田园 还有这些道路 金陵沟 它都是往金陵遗址这边靠的 当初就是以金陵来打造这个景点的 到大木桥热了 也可以通到对面走那条跟这段平行的道路 水中间有一个屎雕龙柜 看房山这边的叶子 有一些已经开始红了 今天的风好大呀 这左边的路都给冲垮了 1.7公里这里有岔路 我们是往右先去看金陵遗址 往左是直接到九龙大峡谷牌楼 那小路一进来的左侧 就能看到金陵的文宝碑 2006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上神路了 神路上来前面玻璃造起来的就是雕花台阶 左边有一个顺制十四年碑 这个一看就是后面在恢复的 那么白 这边原来是有一个康熙二年碑 但是毁掉了 原来的碑座 这是以前的构建 这汉白鱼石座的雕花台阶 围栏旁边雕的有绝对 台阶两侧还有小神兽 房山八景栋的金沙香水 指的就是金陵遗址 大房山金陵指的就是 金代皇帝和宗室诸王陵寝 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皇陵 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帝王陵 是北京除了冥十三陵之外 另有座大型的皇家陵墓 这里面共葬有17位皇帝 绵延百余里 原来是一个极具规模的建筑群 天启绝灵 对陵区内的建筑 进行了毁灭的破坏 金陵现在地面的建筑全无 考古发掘的有价值的文物古迹 也都运往博物馆保护了 从右边绕上去 上面铁皮保护起来的就是金太祖的陵墓 金太祖陵墓前的石碑 瑞宗文物解肅皇帝之陵 旁边散落的这些石垢建 这个一块很大的龟夫倒过来了 金陵墓我们就看完了 然后从这左边绕下去 绕到九龙大峡谷牌楼那 金陵墓这是看的比较快 因为我们在21年的时候 来详细的看过 之前也出过视频 我们这次主要目的就是登顶前 两次走都没有登顶的草坨顶 然后去看空中草原 连着明显的土路走出来 前方就到九龙大峡谷牌楼那了 都冲垮了那个桥 对悬空了那个桥 从牌楼下面往里走 这牌楼最左边找了一个雕像 天哪里面全是乱石 都被冲成这样了 连灯倒了的枪呢 左上角雕下来的雕像 是被树砸下来的 雕在这下面 这个龙放生池龙龟许愿处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来的路上 看到龙龟石雕的那里面原本平整的步道 都被冲毁了 慢点啊 那个都是活动的石头 在总理层3.5公里左边 就多出一条台阶步道岔路 这里是直接去往十字寺和三盆水 步道那边的 这边之前都比较休闲 但大雨过后还没有走过 不知道路况怎么样 我们要去三连的话 就是执行 这边的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 金主山 九龙山 三盆水 这几个步道都是连着相通的 有休闲的景区步道 也有徒步穿越的野路 要提前做好攻略 也要走差了 就怕出现本来是计划走个休闲看遗址的 结果走成了野路穿越了 那就尴尬了 前面水帮那挂了很多金帆 好像是新挂的 这山上雨下来的水 水流量真大 不行 我看到山材水我不想去 因为我以为水流真大 好痛啊 岔路往前走200米 就到亭子这了 水坝和泉水上面就是亭子 上面的金帆更多 好壮观 看一下这个峡谷山沟 前面的溪水好清澈 水流量也很大 冬天可能有冰铺 前面都是一路沿着河沟 听着溪流往前走 一路都是倒下来的大树 这全是乱扫了没 这冲的真厉害啊 对 你说好好的步道多可惜啊 时隔两年 再来以时面目全非了呀 可能这就是做视频其中的一个意义吧 当他们被毁了的时候 至少还有视频保留着他们原来的模样 小瀑布 看山间的瀑布 好高啊 哇 防下的山好险峻啊 不同的角度 看这个瀑布都不一样啊 这边的路条是防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留下的路条 往上走就很少有被冲毁的路段了 被冲毁的道路都集中在山下 哇 你小到我 哇 到大燕石这了 这视野真好风景真好 早在待会儿吧 视野待会儿 我们都不知道走哪去了 这天爬山太舒服了 太惬意了 冬哥都已经睡起午觉了 山下能看到我们上山的路 还有燕山石化 还有城关那边 每次走这边轨迹都飘 今天走这边轨迹又飘了 大概在总理城七公里 这有岔路 我们两年前就是往左边这 就直接下山了 没有去山顶 去山顶就是往右边上去的 这次再来走 也是为了弥补之前 没有到山顶的遗憾 一直沿着盘上小路走 在总理城七点一公里 我们上到山顶压口了 这有岔路 我们不往右边走 看这里还有蓝天救援队的路牌 说往左走是去往山盆水的 因为我们走过了山顶 都是下到山盆水步道的 所以到这之后 看我们就是往左往山上走 先就迎着山顶往上走 不过两边有植被 不像草店的山顶那么明显 看我们今天还有小鱼干 辣的哦 可以卷大饼 肉丸子汤 吃完大饼 煮完汤 还有水果呢 玉米 鸡蛋 今天的午餐可丰富了 还有快乐围仔水呢 让它扣上扣上扣上 不行我再摇了 我在等效果呢 我在等它爆发呢 今天风大也有个好处 就能见度高 然后往前方看 能看到中国珠 看到北京市区那边 市区再往前还能看到它后面的山 那边的山 在大岩石这里吃完午餐 我们继续前进啊 走到有一堆岩石这儿 这就是今天的山顶草坨顶 我们大概是在总里程7.2公里 也就是岔路过来再走100米 然后我们现在往回看 那个凹处呢 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压口 然后前面那片就是空中草原 虽然这边很小 但是它离市区很近啊 我们开车过来 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这儿了 所以就要求不用太高了 夏天可能会好看一点 但是冬天的话就凸凸的 看不出空中草原那感觉 那草头顶山林 它没有任何的标志啊 只能看到岩石上 这里有一个三角的符号 和一个刻着1053的这个数字 那实际的海拔不是1053哦 现在手机显示的是1135 站在山林往西看 能看到我们之前走过的 大马尔山的东风和西风 远处那个就是西风 海拔1307米 然后近一点的这个就是东风海拔 以前200多 再往右转一点 能看到花木轮 百草畔 百花山 百草畔上面能看到它的信号塔 百花山能看到它那个雷达球 林山 石成峰 还有东林山 老龙窝 清水间 妙峰山 阳台山 罗布地 北间 罗布地南间 之前走过的山峰呢 好山顶看完 我们现在就开始下山了 今天的路线就是一上一下 没有中间上上下下的那种起伏 这就是东风前下山的路况 我们的起点也就是金主山 大门呢 海拔大概是200里 然后我们今天的山顶 海拔是1135米左右 看下来一点 往大马尔山西风看 能看到大马尔山西风上的铁架子 下山的右边 就是我们之前上马尔山的南轿乡那边 然后左边就是车厂村这边 在总里程10公里 总用15小时50分钟 然后从这条小路下来了 下来就到一个十字路口 看这里有路牌 我们是从百木崖方向下来的 然后执行的方向就是大岭 就是我们当时走大马尔山的时候 是从大岭这个方向下来的 然后下来之后 那时候是从我现在方向的右边 下到南轿乡的 然后我们这次继续下山的方向 是从我的左边下山 就是回到车厂村的 这里就是车厂和南轿的压口处 登上这路线的压口汇合了 所以这边路都是通的 路线非常的丰富 怎么走都可以 前提是要做好规划 往下下一点之后 然后慢慢就会出现这些被冲的路段了 越往下冲的路段应该会越多 出现的越频繁 下到这儿看到山盆水的路牌了 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走到山盆水步道上 回到十字寺那边 一直沿着山盆水步道下来 哇 这里很严重的塌方 到第一处塌方我们就往左 这都冲出一条悬崖了 它的石头再过去了 步道全给冲没了 哎呦 这个坑坑洼洼的 不好走啊 这个爸爸把登山盆搜起来得 从大叔叔下来回到路牌了 就沿着这沟下来啊 这石头都是活动的 活了个天呐 我为什么要走这边来呢 走右边啊 好 步道在左方啊 太远 哦 上面的好壮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水道 它翻过来就又回到了山盆水步道上面 一段步道又到塌方的地方了 旁边是悬崖嘛 它说不要蹦跌嘛 应该就这里吧 这就是它说的第四个塌方处吧 哎呀 阿猴 撞到膝盖 这走这个塌方 一定要小心哦 天啊 不要滑了 来来来 快一步 从那边下好下吧 你那时候有更远 一口气上吧 哈哈 太可惜了 这好好的步道被轰成这样了 往这上去还行啊 步道再吐了 前面一片乱石 看啊 不过不远处又看到步道了 总里程13公里 总用17小时 我们下到山门水晶点这了 看一下这边被冲塌的 冲成这样子了 我能走啊 有痕迹 来 我们可以过 可以过 就是要小心一点 看着危险 过的时候还蛮 还蛮好过的啊 从桥上走过来 从这下去 看这个就是三盆水步道的入口 回看一下刚就从这出来的三盆水行点 现在已经是外水灿了 走到这里就有一个岔路 左边这个台阶 步道就是我们上山时候经过的那个岔路路口过来的 对原来是我沿着下面那个沟走的 暴雨之后这个吊桥可千万别走了 万一塌了挺危险的 老老实实的沿着它旁边这条水灵路过到右边去 嗯 上鹅卵石不到了 鹅卵石走过来不远 就到十字寺了 十字寺是坐北朝南的 我们从北边过来 也就是从十字寺的后面进十字寺 看现在到十字寺里面了 里面有两棵古杏树 哇 看这个质感好大可惜啊 现在还没有黄 哎呀 来早了来早了 要黄了 这多好看呀 十字寺是目前中国发现的 唯一比较完整的锦礁寺院遗址 现电雨一毁 锦礁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 2006年被破格题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来这里有镇店三间 东西配点 中国楼 深色等 现在都已经被毁了 没有了 北边这块碑为复制碑 是陕西碑林收藏的大秦景 叫流行中国碑的复制品 很新啊 天呐 很新 原来这是筑橱 花瓣形状 银杏前面的两通汉白玉石古石碑 西边这块碑为圆碑 碑高有三米左右 碑额顶端圆球内刻有十字 碑首是双龙弦碑 正中刻有赤刺十字寺碑记 东边的这块为寮碑 碑高有两米多 碑正面上方写的是三盆三重生院碑记 出到正门这儿了 正门的右边有文保碑 还有十字寺的简介 好从十字寺正门出来之后 我们就往右边这条路回去了 我们大概是在总里程14公里 只用17小时50分钟到的十字寺 从十字寺出来以后 我们就一直沿着水泥公路走了 这次的总里程大概是16公里 我们用时8小时左右 累计爬升约1080米 这个路线它上山和下山山腰以下的路段 冲毁的比较严重 走起来比较危险 没有野路经验的朋友 千万不要走 有野路经验的朋友 也要非常小心 在这边山上轨迹跟之前一样 飘得非常的厉害 手表记录的这个总里程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 也可能没有16公里那么长 好了那这次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 今天下山挺早才4点 不过我们也来吃饭了 爬房山的山在房山吃饭 干杯金主山炒头顶穿越成功 这一路上这个矿泉水平真多 这是我们走金主山炒头顶 我们现在带回来的垃圾